当你的好姐妹又来说她男朋友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是真的不想听了 你妈可打野吗 那玩家罗咯 你玩你想玩的吧 我都行 要不还是你来射射吧 我去玩别的 也行 算了 我还是想玩家罗 你到底要打什么啊 说你们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一点也没错 啊 怎么了 有一说一 我可没惹他哦 就我刚才跟在一起的时候 哎呦那个嘴巴甜的呀 怎么了小祖宗 他又惹到你了吗 还是吃了你的压缩面膜 就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叫我小祖宗 后来叫我小仙女 然后还有老婆 这不挺好的称呼吗 没什么问题啊 到最后他叫我老犊子 气得我心机疼 老犊子 现在帮我抓人了 会参选可以打 你别叫我老犊子 直接打 我大招上 nice 会也没了 可以追 这不可以 都说你们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寻思这话也没说错 他没叫你 就不错了 你有空应该去看看 他手机给你备注的是什么 看了 你就应该不知心机通了 还可能引发脑溢血 你猜猜他给你备注的是什么 我不猜 肯定是件很恶心的形容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难道不是吗 反正不猜 没有关系 你不猜我就说给你听嘛 闷嘴 我 我看到阿柯了 救我 没事 他都没伤害的 我再来呢 直接打 你没体验过那种被阿柯支配的恐惧 他随便便便就能瞄我的好吧 他现在也免不了你啊 老犬子 过来最后一波了 现在亚瑟 他伤害高 都说了不要叫我老犬子了 等一下我跟你翻脸了啊 这个性质不一样 我叫的话 你不觉得我跟你关系会变好吗 说实话 我现在想杀了你 关系越好 我越想杀了你 都是好姐妹 说这些 给老子滚来 老闷嘴 你 哎 都是好姐妹 何必呢